大家好 我是田鸡人 灵异这件事我自己有一些亲身经历 我觉得会有的 但我又不会很害怕或者会逃避 所以我的案子很简单 就是被鬼窄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灵异的事 就可以打来恐怖在线 admonpoint.com 了解更多 二十多年前买一架车是一个挺威风的事情 尤其是刚刚十八岁考车牌 有能力买到一架车 自不然就希望跟朋友出去游车和到处游 根据牛哥说的事情是这样 他当时还是很年轻 考完车牌18岁左右 立即已经买到一架车 是在中间收工资料 大概是12点左右 就开着一架车周围终 又隔开车 跟着一个有车牌和熟路的同事 整天要去西贡 是不是叫不潭充的街宿院 记得有个很大型的停车場 在附近有一個士多 其實那時候游完車後在那邊差不多一個多兩個小時 打算在那裏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把車駕駛到停車場中 中間的位置停下了 當時他抑術時停車場上看到沒有一輛車 只有他自己的一輛車 後來停下了 調低車窗 吸煙等等 休息一下 很簡單 車場只有兩個人 他和他的同事 聊天期間突然有一輛看不到的車 車型很小 因為他剛剛也拿到車牌很久 他看到在左手邊 慢慢向前走 停下了 並沒有穿車頭燈 他覺得奇怪 看不到司機 車是很新穎的 因為他不知道車型號是甚麼 速度是怎樣的 很慢 很慢 所以看得那麼清楚 因為電燈光比較暗 所以只看得到車型 他覺得很奇怪 這車這麼小的 又不知道是甚麼型號 是否新款 小到怎樣 講得到車牌子 比Mini Cooper更小 那個年代的Mini Cooper已經是很小的 但比那輛車更小 感覺上是很單薄的 很奇怪 是甚麼車來的呢 問旁邊 那個人只是看著車 慢慢駛出去 完全沒有說過任何事 他都在徘徊這輛是甚麼車的問題 當車駛來大概是20米左右 其實就開始要轉彎出路口 一出路口的時候 剛剛遇上 另一輛私家車 著著車頭燈便駛進來 譬如說那輛車停下來 所謂不知名的車便駛出去 另一輛車便剛剛駛進來 駛進來的時候 車頭燈便剛剛照著車 照著小車 照著小車 當時他明白這輛是甚麼車 一輛是紙窄車 當時他的反應是 抽一口冷氣 然後整個人黏在椅子上 完全是動不了 當時完全沒有想到一些靈異事件 純粹是有車口 然後不停地問旁邊 這是甚麼車 這是甚麼車 這麼小的 沒見過 甚麼牌子 不停地問他 但其實他的朋友已經看到 相信是已經呆了 不懂怎樣反應回答他 回答不到 當那輛車駛進來之後 他自己都抹大張眼睛 已經整個人黏在椅子上 當那輛設定來的車 看到照著燈 看到之後 突然停車 因為我相信那輛司機也看到 當那輛紙窄車慢慢駛到路口之後 那輛車慢慢駛到現在停泊的位置 因為他已經弄下車窗 所以司機也是弄下車窗 他說兩眼望我的眼睛 例如我看著你 只是沒有說話 只是下頭 然後他再問他 是不是 對方還是沒有說 是 應該是 只是看到對方來的司機 旁邊有個女性客 已經哭到菲利菲利 花紅失色 即是幾個人都見到過 兩輛車幾個人 即是兩個人 自己的車和對方 即是四個人 這是一個很奇異的經歷 終於都知道這是一個紙紮車 但什麼牌子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牌子 恐怖在線 2892 7889